呀 远古注册了新的中文商标布莱泽奥特曼 2022年12月19日远古制作都市会社注册了新的中文商标名称布莱泽奥特曼 这个应该就是今年的新奥特曼的名称了 希望不会改名 因为去年在德海奥特曼就经历过一步改名 之前最早是在2021年11月29日注册的叫做戴坎奥特曼 最终不知道什么原因在2021年12月20日改名德海奥特曼 今年注册的布莱泽奥特曼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改名 不过你们感觉这个名字怎么样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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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